大家好我是肥宅 現在有很多本質作者 因為各種因緣際會 開始了一般漫畫的連載工作 這種轉換跑道 切換創作重點的行為 被多數的讀者稱作上岸 這些大手畫師上岸之後 依然維持著不變的高品質 但一想到這些畫師 以後可能忙於漫畫連載的工作 沒辦法再搓出時間畫本質 這樣萬花齊放的本質界 好像就失去了什麼 為此感到有點寂寞的讀者 應該亦不在少數吧 人生的本質就是這樣 30年河東 30年河西 此一時彼一時 畫師有他的人生 我們讀者有我們的旅程 我們能做的就是 繼續支持畫師辛苦為我們呈現的作品 算說上岸行為 從理界轉戰表界的案例越來越多 其中還是有一位畫師 完成了表裡重修 天人合一的尾頁 在表界和理界同時連載一部漫畫 使這位老師成為實際意義的兩棲類神物 這部作品就是界界 由梵田老師指筆 一般漫畫版已經累積了40多畫的連載 單行本合計6冊 而本質版的姐姐也連載了11冊 本質版和一般版的故事算是有互補的功能 但如果你想要只專注在本質上 那也完全是可行的 好的 那麼姐姐到底在演什麼呢? 主角還是一個少年 小時候父母因為意外離世 失去依靠的主角被當成皮球 在每個親戚之間被踢來踢去 沒人想要負起責任多養一個小孩 最後是由媽媽的表弟接手 這個叔叔跟其他親戚不一樣 不會用嫌惡的態度對待主角 平常也不太干涉主角的生活 唯一一條規定只有不能進入倉庫裡面 某天這個叔叔突然住院 為了幫叔叔準備住院的必需品 主角打破規定 跑到倉庫裡面找可能需要用到的東西 沒想到倉庫裡暗藏玄機 裡面還有一個地下室 一直連通到一個有點像地下礦坑的地方 牆壁上也有一些詭異的符號 隨後本作的封面人物 女主角就華麗登場了 劈頭就問主角有沒有什麼願望 只要說出來就幫你實現 主角先是看了一下眼前這個生物的外觀 看起來不像人類 卻有著非常慈祥的笑容 主角反問了一句 女主角是不是天使 女主角又開心的笑了 他自稱自己有過惡魔、邪神等等的稱號 但是還是第一次被人稱作天使 單看頭上的腳 還有長度逼近觸手的頭髮 怎麼看都是會害人類失去理智的邪神才會有的標準配備 主角去問他是不是天使 想必是被女主角漂亮的五官誘惑 喔這個呃 我是說被女主角突然的出現給嚇得不清 最後女主角繼續說著有關願望的話題 用主角最重要的東西作為交換 女主角就能運用他的力量 帶來主角最想要的東西 於是主角開始思考 自己最想要什麼 可能是因為成長環境特殊 主角第一時間沒有想到錢或是權利這種老套的願望 而是許願要一個家人 要一個姐姐 於是一個好好的邪神 一個理因被人類近而遠之的存在 從此墜入紅塵 變成了主角的現身老婆 每天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主角的名字叫做系 夕陽的系 女主角就以此為發想 為自己取了一個人類的畫名 千葉 來到人類世界以後 千葉實際上都在做些什麼呢? 不外乎就是和系一起做飯啊 和系一起出門散步 一起看電視 幫系掏耳朵 偶爾用自己身為邪神的能力干涉現實世界什麼的 就是一般姐弟會做的事情而已啦 或者說是互相扮演姐弟的獵人會做的事 這樣會更合適一點 以上是一般版漫畫的劇情 想必大家比較關心的還是本質版的劇情 一般版的劇情算是點到為止 見好就收 沒有太誇張的描寫 說是邪神嘛 千葉還是具備常人的理智 會幫自己踩煞車 或是他運用了身為邪神的能力 打破第四面牆 發現自己所處的維度 是一本一般像的漫畫 有些事情不能拿到這裡說 所以選擇暫時不對主角出手 本質版的劇情就是完全沒有任何保留 千葉火力全開 比方說第一集就提到了千葉幫主角準備吃的 一般人類的食物對於邪神來說是沒有營養的 為了補充能量 還需要從主角身上直接吸食才行 但是你說一個一般人每天的產量就那一點而已 只吃那一點真的夠嗎? 是不是生病了? 怎麼吃那麼少? 這一點請大家完全放心 多虧千葉身為邪神的力量 主角進入一個超越一般人類的境界 實現了凱迪拉克的優雅 還有Bimmer的勁爆 就這樣 主角被當成加油戰的油草一樣 到最後一毫升被加進千葉的油箱之前是無法動彈 事後主角哭了起來 擔心千葉會不會就此離開 當初的契約內容是以某種重要的東西作為交換 千葉幫你實現各種千奇百怪的願望 剛剛千葉已經拿走主角最重要的東西了 這樣算不算已經履行契約? 千葉就沒有理由待在主角身邊 千葉要主角不要擔心 邪神都是非常貪心的 就算接下來的每一天 24小時你都把自己油草裡的東西輸送給我 身為邪神的自己也只會要求更多 不用擔心我會突然跑路 況且從簽訂契約的那天起 千葉就心動了 當了邪神這麼久 我學到一件事 越是瞧不起人類 我就發現 邪神是有極限的 所以我不當邪神了 我也要當一個有感情的人類 待在你的身邊 第二集講到主角在寫暑假作業 裡面有一個作文要寫 題目是我的家人 主角就開始想 真的能說上是家人的 好像也只有千葉了 重新回想一下 平常千葉都在做什麼 這下好了 除了整天和姐姐高空狗鬥的回憶之外 好像真的就沒有別的可以寫了耶 師傅 真的要寫嗎 師傅 從主角的回憶當中可以知道 千葉的頭髮其實有很多功能 原本是觸手 為了隱藏自己身為邪神的特徵 也是為了能更好地扮演主角的姐姐 就讓觸手擬太成黑長直了 需要的時候能再切換為觸手型態 提供更多種play的可能 之後的每一集 千葉都會因為某些原因 進而發現自己身為邪神 卻還尚未知曉的能力 第三集為了趁下雨之前把棉被收進來 乾脆把自己一分為二 增加可以動員的人手 棉被收進去之後 繼續保持這個馬力歐和路易級的狀態 難得學會新的技能 不拿來用在主角身上 那就是傻子啊 第八集幫主角平空變出一套女服裝 叫她現場穿起來 無中生有的能力在前面的劇情裡 千葉多少都有展示過 自己身上的衣服 大概也是透過邪神的力量變出來的 第九集裡展現了儀式入侵別的夢境的能力 趁主角熟睡的時候潛入主角的夢境 繼續和主角做著平常在做的事 說是儀式 是因為千葉似乎不是有意思要這麼做的 他自己也睡得很深 又或者根本不是他害的 是主角自己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更玄學一點的說法 就是他們兩個睡得很近 大腦靠得很近 之間的磁場互相調和 就變成大家看到的那樣了 11集裡因為千葉猶豫到底要吃幾個點心 就分裂成惡魔形態跟天使形態兩個人格 跟之前的差異在於上一次算是有意思的要分裂 這次是因為千葉面臨重大難題 心裡分成了兩派不同的想法 意見分析久久不能互相妥協 最後一言不合就分裂了 兩個人格之間的差異變得更大 一邊是溫柔天使 一邊是頂級越使者 各走各的極端 但他們還是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絕對不讓主角休息 主角已經被千葉牌炸之機炸到變成殘渣了 兩個千葉硬是要再把這些殘渣收集起來 再塞進去炸之機裡面一次 幫劇情做一個完整總結 就是曾經的上古邪神 被人類害怕的恐怖存在 墜入愛河之後為了討主角寬心 用盡各種方法去實力寵復 曾經用來毀滅過多少文明 用來和多少古神大戰的能力 現在全都只為了一個理由存在 那就是為了拿來跟主角進行各種play 好一個邪神為愛墜入凡間的寫實紀錄漫畫 現在大家也都知道 這一部《姐姐》 說她是解控本中的聖經也是非常合理的 這麼甜 這麼正面 大家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 本質的部分我是真的很滿意 真的推薦 一般像漫畫的部分 我有一些微微的不滿 影片的結尾稍微跟大家偷偷說一下 我不知道這是為了增加劇情深度還是怎樣 一般版的開頭 主角有講過一些話很讓人在意 從語句來推斷 主角和千葉一起快樂生活的日子 似乎只有一段時間而已 暑假結束後 可能因為某些原因 千葉真的離開主角了 這合理嗎? 一見面就好感度全滿 滿到滴到地上的邪神 頭也不回說走就走 對主角一點留戀都沒有 再秒還說要一直陪伴主角 下一秒翻臉不認帳 我能相信作者絕對不是這樣會刻意傷害讀者的人嗎? 我希望可以 希望後面會來一個鬼轉 說主角和千葉成功逆天改命 沒有什麼千葉消失的劇情 大家都好好的 另外一個有點擔心的點是 千葉的過去好像有什麼問題 有時候會有一些記憶的片段突然一閃而過 如果真的講一個什麼 千葉以前也是這樣和某個人生活 而且是雄性的人一起生活過 那種事情不要啊 千葉以前有過別的男人是什麼的 我希望他一輩子都想著主角 剛剛說的是還不確定會影響讀者閱讀體驗的不定時炸彈 可能會爆 也有可能是啞彈 白擔心一場 根本就不會怎麼樣 接下來要說的是已經確定有影響到閱讀體驗的部分 還記得一開始說的那個叔叔嗎? 他後來爬起來了 以叔叔康復為轉類點 漫畫版的巨型急轉直下 大量的篇幅被挪用 開始側重在叔叔身上 問題就來啦 我看的這本漫畫是叫姊姊 不是叫叔叔欸 關於叔叔過去的辛酸血淚死 我覺得這點到為止就好啦 畫到有點宣兵奪主 佔據主角和千葉的篇幅實在是扣分 更糟的是看完叔叔的辛酸血淚死之後 突然覺得主角變得有點像是壞人 其中還有不少場面和對白 似乎就像右框暴露在空氣中 一直微微的泛著綠光 這簡直就是在挑戰我身為純愛戰士的信仰 我會推薦大家專心看本質就好 至少確定是全唐的台南口味 漫畫要看也OK 建議看到叔叔起床前後 感覺到不太對勁就可以氣了 謝謝大家收看我是肥宅下次見